變更電腦螢幕的解析度 那各位看一下 現在的螢幕其實是16比9 那解析度會很高 我建議開起來也要教小朋友 在桌面上按滑鼠右鍵 請你改這個 顯示設定 設定要不要先提 顯示設定呢 你一個好習慣 應該把這裡解析度改成1366x768就好了 1366x768 這樣字比較大 看起來比較好 對眼睛也比較好 預設呢 我想告訴你 現在學校買的螢幕都是這種的 1920x1080 可以看很大的畫面 可是對眼睛真的有點傷 而且我們不需要用到那麼大 這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錄製 如果你有機會錄製電腦操作畫面 應該把畫面改成1366x768 這樣錄出來 放在YouTube給別人看的時候呢 才會清楚 所以有時候你在網路上看 那個人在錄教學 字都好小耶 因為他呢 從來不改這個 直接就做了 預設你的電腦螢幕解析度會是1920 我在學校操作呢 我都會把螢幕改成這個 可是有時候 如果廣播派送出去 怪怪的 有幾台就出現這個 所以我都會跟小朋友特別講 開起來第一件事情先檢查 是不是1366x768 然後100% 如果完成變更 這是你要先做的事情 來 請各位先做一下